詞曲 李宗盛 議員 詞曲 李宗盛 議員 詞曲 李宗盛 議員 那我想請教次長 今天法務部的報告裡面提到阻斷金流的部分 特別提到高檢署建立的虛擬通貨交易所調取管道 跟購置虛擬通貨貨幣區塊鏈分析的工具 有去買嗎 那請問目前工作的執行狀況如何 有哪些成效 是否已經有成功阻斷金流案例 你敢不知 有部分啦 因為資料庫的部分還在建置中 有關於虛擬貨幣的部分 我舉一個例子 從今年的116月到現在 購得的不法所得有22億多 所以有成功的案件嗎 你知道嗎 高雄的那個成績 有一個博弈協會啦 好 有取得太大幣 這些有 這樣你應該知道啦 就是說最近在國際反詐騙組織 就是你說的這個雞首啦 跟我們的刑事局的合作之下 已經有向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就必安 有 有一件 先說副市長你知道嗎 那就是說有成功凍結涉及詐騙的帳戶 但是啦 我要說的就是說 這一些少數的案子都是透過 個別的偵辦的員警去努力完成的 很認真的嘛 我們的員警很打招 但是他還沒有辦法建立一套 能夠讓每個案子 然後偵辦的同仁能夠遵循的SOP啦 這我努力中啦 是 現在就是說很多的分析也來講就是說 這個受害者 其實我也接到很多陳情 就是說他去派出訴 但是補完的事 啊 援警就跟我說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做啊 這國際虛擬貨幣都有去外國去 要怎麼處理 所以這部分我這邊提一個建議就是說 市長是不是請高檢署出來 統籌這個境外虛擬貨幣 凍結跟扣押的SOP 可以啊 因為之後還是檢察官去處理嘛 但是這邊有警政署的 有調查局的 齁 所以需要高檢署出來統籌 齁 那讓那個警方也好 讓調查局也好 未來在辦案 辦這種案件的時候 也有個明確的流程和標準 可以遵循 可以 事實上齁 我們現在抬高檢的張警察長齁 緊緊緊啦 對 他要開很多個會 包括各部會 因為這個要跨部會嘛 好 當然還有檢警調 但是偵辦在懲罩的部分嘛 好 所以市長這個沒有問題嘛 你答應了之後就要來做 我們會會會 這個需要一個 凍結跟扣押的SOP 針對建立境外的虛擬貨幣帳號的這個部分 好 但是境外齁 有的時候比較困難是怎樣 斷點啦 是 你麥克風有開嗎 有喔 有喔 稍後有斷點齁 是啊 但是他的特性就是在 因為你們已經買那個設備了嘛 對 那時候我質詢的時候就希望你們買 對 那再來就請教次長齁 今天報告也有提到這個 檢警反詐騙資料庫的整合啦 那你目前的推動的成果如何 那大數據資料庫如何協助檢察官辦案 以及防止後續的詐騙 這個可以明年上半年齁 才能夠看得出來啦 對 剛剛做 好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又趕快要進去做 好 因為這個詐騙集團會不斷的更換這個 詐騙黑網的這個網域嘛 對 好 那最後一個請教 這個主席不好意思 我請教一下副署長齁 最後一題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齁 民眾撥打這個165反詐騙的專線 副署長 結果呢 他就要去戶籍地居住地分局去報案嘛 哇 遇到很多的陳情啊 雖然這個虛擬貨幣轉到境外去了 但是我們的援舉沒有辦法 有效的完成報案的程序 然後呢 做 有發生做了三個小時的筆錄之後 不好意思 沒辦法報 然後也沒辦法得到詳細的收證的建議 那 這邊也先 這個 是不是請警政署建立虛擬貨幣詐騙案 我叫人騙了 虛擬貨幣 然後這個報案的受理流程 可以讓受害者能夠順利的完成報案的程序 那並且 可以協助 我們警方 協助被害人 盡速的收集相關的證據 包括歹徒資訊的截圖啊 黑網的網域金流帳號等等之類的 然後去 可以去處理這個部分 副市長 是 謝謝委員的主政 確實這是個問題 悉尼貨幣這個在 一般同仁來講 是比較生疏的一部分 我們也注意到這個問題 然後也加強在訓練 我們目前也調性各縣市警察 單位齁 就是成立類似種子教官 然後回去全面性 來加強 這部分我們會來研究辦 因為你已經成功了這一件嘛 那你怎麼樣把它擴張到 全台灣的一百多個分局 甚至派出所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研你啦 虛擬貨幣凍結的案件 把它納入一個 績效獎勵的項目 提升 援警辦案的誘因 這個我們來請刑事局來研究辦理 好 那針對這個今天我剛剛 上開提到的問題 次長請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 一個月內就今天咨詢提出的議題 包含就是說建立一個 請高檢署建立一個虛擬貨幣凍結的SOP 那強化詐騙資料庫應用 以及強化 我們的這個警政署 強化虛擬貨幣詐騙案 報案受理流程等等 包括是不是連你績效 能夠這個在一個月內 向本委員會跟本辦公室 提供一個書面報告 兩個月 兩個月 沒關係 好 兩個月 謝謝主席 謝謝邱委員 謝謝次長副署長副局長 好 接下來有請陳以信委員質詢 陳以信陳以信委員不在 有請曾明中委員質詢 曾明中 謝謝 謝謝 謝謝